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原标题,举座牢到小半年,让太平洋不太平的哈里斯走了,悄悄话第199期,美国白宫9日宣布,总统特朗普提名美国著名碰碰船司令, 哦,不,是太平洋司令部司令,哈里斯出任驻澳大利亚大使,不过呢,要说他是碰碰船司令,一点也不认,光是去年一年,他辖区内的第七舰队,就大大小小撞了N次船,5月9日,美、韩两国,在韩国附近海域,举行联合军演时,美海军夏普伦湖号巡洋舰与一艘日本海上的韩国渔船相撞, 6月17日,美国海军飞磁杰拉德号驱逐舰,与菲律宾的一艘集装箱船相撞,导致7名水兵丧生,船上3名指挥官随后被解除职务, 8月21日清晨,美海军麦凯恩号导弹区逐舰,在新加坡东部海域,与一艘伤船相撞,导致10名水兵死亡,5人受伤, 10月21日,麦凯恩号在游办前船财富号运往日本横须克基地图中出现两处新伤, 11月18日,美国本福尔德号导弹驱逐舰,在日本海域进行演习时与一艘日本拖船相撞,导致该驱逐舰轻微受损,但无人员伤亡, 被撞的菲律吉拉德号被撞了麦凯恩号,好好的一支海军,愣是被训练成了碰碰船,美国人民也是要面子的, 所以第七舰队司令奥库安只能收拾包袱,回家了,这个时候大家就在想,作为太平洋总部司令的哈里斯,是不是也该打包回家了, 这个时候,咱们菊座有话说了,可可,大家注意一下时间哈,8月17日,菊座在时评音频里,第一次点名哈里斯, 说这个哈里斯啊,应该是干部长了,结果,不到一周的时间,麦凯恩号驱逐舰,又被撞出个大窟窿, 8月底,美军官邦报纸新条旗报透露消息了,说特朗普总统正在考虑让哈里斯离开军队,就任驻澳大利亚大使, 要说菊座这个因果律,小编是相当服气的,公主报来源见水印弹速,这个哈里斯实在是太坚强了, 从去年8月份到现在,菊座念叨了这么久,要不是最新的消息报道出来,可能大家都没发现,哈里斯居然还在太总司令这个位置上布罗沃, 去年11月份,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,在夏威夷歇歇了一次,那时候,站在特朗普身边的还是哈里斯本人, 这简直是在质疑来自东方的深秘力量,哈里斯是2015年5月,出任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指挥官,任期三年, 菊座说,他干部满任期就会走人,于是,某小编开始记笔记,掐着手指头算,果然,没有等到, 2018年的5月份,哈里斯就真的要脱下军装,到澳大利亚当大使了,说起这位哈里斯啊,大家可能更熟悉的是, 他是位对华强硬派,尤其是特朗普当选后,哈里斯越发活跃,不仅扬言美军将继续在南海,展开所谓航行自由行动, 还重复了那句几乎已经成为其好战分子标签的鱼路,我们已经做好今晚开战的准备,美国白宫9日宣布, 总统特朗普提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,为助澳大利亚大使,在南海问题上搞事情,在半岛问题上搞事情, 就连中阴边界争议时,他还来插一脚,奈何本职工作,没做好,要提前退役了, 担任驻澳大利亚大使,但是大家不要小瞧这个职位,在过去的一年里,驻澳大使的职位一直空缺着,不仅如此, 美国目前N多个国家都没有驻外大使,其中包括澳大利亚、沙特、土耳其等重要的地区性盟友, 还有我们的邻居韩国也没有叛到美国驻韩大使,可即使没有驻澳大使,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盟友关系依然非常牢骨, 在中国问题上跳得最高了,可谓是逢中必反,澳大利亚总理哈里斯也曾多次表明美澳同盟是维持安全, 繁荣与和平的强大力量,对美国和澳大利亚,对印度洋到亚洲到太平洋地区都很重要, 在这样的情况下,美国把哈里斯派到澳大利亚去,充分发挥哈里斯的乐乐舆论专长,再加上他日益的身份,天然亲日的姿态,不得不说,有哈里斯在的太平洋,依然不太平啊,话说, 橘座,您现在是不是要开口,在说点什么了,想听橘座都说了什么吗,速速点击文章开头的悄悄话音频,今天可是春节前的最后一期悄悄话了, 橘座,要在这里给大家拜个早年,祝大家新春快乐,万事如意,恭喜发财啊,恩恩,万事如意,心想事成, 一切尽在不言中,亲爱的小橘子们,不要总是临近考试了,才想起橘座的因果律祝福和临时抱佛脚相比,每天都沐浴在橘座的因果律下,哪个疗笑好,大家都知道啊,趁着春节走亲访有的时候,都吆喝起来啊,反正,不管你们提什么条件,橘座都会想办法满足你们的,至于橘座的新年愿望是啥,当然是祝世界和平啊。